大家我是阿天 那這個我們來看一下說一些相關的機制吧 首先是有關於天衣的部分 天衣的部分呢這個就是看你打這個BOSS的次數 那這是你第一件的這個天衣 那你要加入這個 對不起是先萌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件天衣應該怎麼獲得呢 第二件天衣的話呢你必須要這個打工會BOSS 打滿80次然後再來就跳到400次 同時你要花7000的先金 那這個肯定是要花的 因為這個天衣的話呢還會有他的這個技能 所以說我們就直接來買吧 我可以買了齁 那這個先金就先準備好 買了之後呢應該這個戰力會提升不少 應該會提升不少 我現在是560萬 好那我們看一下齁 好獲得了 那現在呢我的這個戰力呢還沒有提升齁 因為我現在是564 然後呢我們點這個天衣齁 好現在我們要穿第二件了齁 紫色的穿戴 喔喔氣血都增加了 喔加了8萬對不對 然後煉星 好那這邊的煉星呢是 呃怎麼怎麼講呢 好像跟你原本的這一件 呃不不大一樣耶 我們看一下齁 我們穿這一件齁 然後呢 唉唷等一下等一下 這邊還有個天衣圖鑑 喔喔喔喔喔喔喔 全部屬性都提升了 好不管齁 我現在煉星的話呢 你看 他這個升到 呃 再繼續往上升的話 天衣只要24喔 但是我穿這一件呢 喔 這個是一顆星 他升到二星的話 喔 他的這個其實還是會存著什麼 天地 呃天地人齁 這個數量還是會存著 但是呢 他升星的這一個 需求就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原本只差這個流金沙一件齁 我就可以升星了 但是現在這邊呢 我流金沙我還欠21個喔 可是不管怎麼樣呢 你看我的戰力大大提升 我已經提升到 580萬了齁 哇一口氣增加了16萬齁 16萬的這一個戰力喔 好 那我們就可以這樣走 五連除魔 超方便的 不用在那邊一個一個推塔了 哎呀舒服 然後呢 每到這個100層嗎 可以再增加這個掛機的這個資源 好 到這個地方停住了 好 再領一下資源 所以呢 我的戰力我又多了16萬齁 這個樣子 我們東領西領齁 所以這是天衣的部分齁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說 有關於說這個 這個 這個 神器齁 神器的部分呢 是你每天爬那個 上古遺跡喔 就是在這個 鬥法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上古秘境啊 真的是不是很好爬齁 所以說 我現在呢 我也沒有說 就是說 一定要花仙金整個重打 打不贏的話呢 你乾脆直接重置齁 重新爬這樣子 那 像我現在卡在這個地方啊 我就不想再花一百千金 去重生了 如果說我要重生 只打贏這個的話呢 我只打贏這個 可是下一關我又卡住啦 所以我寧可重置喔 好 那在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獲得一些 神器的碎片 然後 像我現在裝的這個神器呢 我是裝紫色的 叫做這個 落魂中 那當然每個神器 他的技能都不大一樣 那落魂中的話呢 他的技能是 因為他的技能是有這個繳械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附加狀態可能會好一點點 然後呢 這個法術二 我就不知道是怎麼樣才能啟動囉 好 那這個 因為我現在是裝備這個 所以我當然是要努力升他的心 那這個不大一樣 這個如果說你 東升西升的話 他屬性不會提升 你要升的話呢 你就是專心升 你裝備的這一個 不過呢 就算你換神器的話也沒有關係 因為呢 你可以在這個 戀化這個地方 把你曾經升星過的這個 這個神器 這邊 給重組 然後呢 再去升新的神器 不過呢 如果說你要獲得 橙色的神器的話 我覺得如果不課金的話 可能還蠻久了 因為現在神器的話 也就六個嘛 藍色跟紫色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紫色的 就是 你每天打這個上午祕境 可以獲得這個 紀念神經去升級嘛 那我們點戀星喔 戀星的話呢 我這邊在36個碎片 就可以升一星了 所以說我們看一下 碎片怎麼獲得喔 今天是禮拜一的話 先經格有一些 都有更新喔 所以說不要忘記去買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先萌 先萌 欸 欸欸欸 神器是中門 抱歉齁 這個太多商店了 那中門的話呢 呃 看一下喔 欸 先經 唉呦也不對喔 稍等一下喔 是 是是是 秘境秘境 對不起 商店真的太多了 好 那這個落魂 碎落魂中 齁 那我要升這個星嘛 對不對 我就把它買滿喔 不過呢我剛剛是4 我剛剛是4片吧 所以我 所以我還欠36片 所以我 我買18次就好了 好 這個樣子齁 那我們就點神器 好 這樣子我可以練星了 好 升到惡星了 叮叮 齁 然後你看齁 氣血 齁 這個氣血 然後攻擊防禦力都加了20%喔 好 然後呢 再升星的話就要這個80個碎片齁 那所以說呢 我的戰力 哇 588齁 又提升了8萬 我這邊我又可以一箭跳過了 超級爽 超級舒服的 不用在那慢慢爬爬 好 然後呢 剛剛獲得了一些這個羹骨齁 羹骨的話 我們就也是平均練喔 看一下喔 道骨齁 像我現在是長襲 長襲三階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平均升就好 那我先給我的主角練一下 喔 升升升升升升 到處都是升 這樣子 588.9 好 OK 所以說這是神器的部分喔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歷練喔 歷練的話呢 我現在是在算是第二張吧 然後我們看一下喔 這一關的話呢 它有一個商人 商人在這個地方 好 第一張地圖也有商人喔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你隨著故事的這個進度 你可以獲得什麼根莖之喜吧 我記得一開始是蟻木是不是 然後我們點地圖1喔 世界 然後呢 繁城界 如果說你已經到了靈真界呢 結果 你在這個 某一張 完了 我忘記是在哪一張 好像是第六張吧 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玩家的攻略喔 呃 這裡 這裡 對 沒錯 第六張 第六張也是一樣 有一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可以換東西 那當你發現呢 你已經把這一張全部全部都打完了 奇怪 怎麼還有東西還沒有畫完的時候呢 這個主線攻略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點這個珠仙留言 像我就是欠兩個螢幕 你看 這裡 這邊它有告訴你說 隱隆域的大珊瑚 可以獲得50個螢幕 然後 在這個 又欠45個螢幕 在第11張的這個青龍四海藻 它有在這邊留下位置 所以說呢 我後來我是欠這兩個地方 也是感謝網友在這個地方留言喔 一個是在這個隱隆淵這個地方 這是比較容易漏掉的 因為 它沒有算在這個探索度的百分比裡面 一個是這個 這邊有一個大的這個珊瑚 因為 我記得它沒有發光 所以說這個通常你會沒注意 你點這個大珊瑚呢 你可以獲得50個螢幕 然後呢 第二個 第二個是在這個 第11張 第11張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進到這個青龍玉海 青龍四海 青龍四海 好 我們點這個珠天留言喔 有沒有 這邊 有人在告訴你說 45個螢幕氣息 我們點這個位置 超級貼心的 自動就可以走過去了 好 所以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點這顆樹 就可以獲得45個螢幕 然後呢 這邊 這邊都獲得之後呢 再加上這個關卡 你全都通關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邊的這個 商人都換完 換完之後呢 這個商人就不見了 所以說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說這是我目前的這個進度 那最後面呢 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 重新刷一下 我們重新刷一下 這個 這個鬥法的這個上古秘境 來看一下喔 好 那我就重置吧 因為我這邊卡關了 那我剛剛升了 三十幾萬 不知道說這樣會不會好推一點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雖然說我的這個戰力提升了 但是敵人也跟著戰力提升 所以還是不好推喔 這一個 因為一般來說 放置遊戲是這種 每天開的這一種 這一種機制啊 其實都還蠻簡單的 但是這個 我的預先日記的這個啊 我覺得真的是蠻難的喔 就算我選 就算我選這個簡單模式 也是 也是很 怎麼講呢 就是到了第三層之後呢 敵方的戰力值也是高我高很多 好 那我的目標我當然是拿這個重生服啦 所以我要走右邊喔 雖然說他有這個萬雷四敵呢 可是 可是這個萬雷四敵 你一定要這個戰力好像高了兩倍 你才可以使用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快速戰鬥啊 做的還不是很貼心喔 應該高個 高個50萬其實就可以讓你用萬雷四敵喔 不然你這個樣子的話 你還是要 還是要點一下 然後再清掉 尤其是他這個上古秘境啊 是天天開齁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怎麼講呢 胸仙鏈的遊戲齁 有一些機制啊 這個掃蕩啊 可以再做的 貼心一點齁 讓玩家這一些 怎麼講 日常功課不要做這麼累喔 不然的話呢 其實玩到後面的話 光是被這些日常功課的話 其實會 會搞到比較 怎麼講呢 失去耐性喔 好這樣子齁 目前第二層都沒什麼問題 到了第三層就比較卡了 所以基本上我現在都不大敢打這個困難難度喔 除非我的重生服 至少要存夠四張吧 可是我在打普通難度的時候呢 其實重生服也會用掉喔 你看第二層齁 敵人已經到了510幾萬了齁 510幾萬了 我變強 然後呢 敵人也跟著變強 隨機一個 好隨便 選中間好了 選中間的話 我等一下左右兩邊的buff 我都可以吃到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哪一個好呢 閃避提高 不錯 我方後排降低 傷害減免 也不錯齁 好 強哥 唉唷OK 這我還打得贏 好第三層了齁 那當然是不 不敢選困難的啦 我們就選簡單的喔 但是呢這個的簡單也不簡單喔 好 一開始 這一關還可以齁 不過他戰力已經比我高了 我勉強獲勝啦 好再來是 再選一個 分擔傷害50% 分零扣還是正氣法 好隨便選一個 好 OK這個軍軍戰力比我低 應該是打得贏吧 好 打得贏喔 然後再來 再來要選哪一個呢 附加隨機一個單位 把他封印起來 我方所有單位發動先決 50%額外對主角造成傷害 好像都不錯耶 好 把你的這個招式封印起來 好 573 唉有喔 這邊敵人的話比我弱一點了 有機會不用囉 看來有變強有差 唉唷 先品的齁 先品的這個戰耶 全體發動先決的時候 會恢復氣血值 好 580萬 OK我比他多8萬應該可以吧 可以喔可以喔 再來 右邊 左邊哪一個好呢 這個是吸血傷害變成氣血值 然後前排獲得反傷 好 我決定選這個 喔耶耶耶耶 我的戰力提升之後呢 欸太好了 敵人好像沒有跟著提升太多 耶耶耶耶耶 我終於可以沒有重生 然後呢 打完普通的 這樣子我就可以存這個兩個重生服了 好 所以說這是秘境的部分喔 那秘境的話呢 他當然對應的就是這個秘境商店 也就是我剛剛說的齁 就是買這個 落魂中碎片 那我就把它買著吧 一個禮拜就是買40片嘛 看來的話呢 我要花兩個禮拜 這樣才能湊80片 那這樣子才可以再繼續升星喔 所以基本上就是 怎麼講呢 這個神器的部分 這邊只有到紫色 那至於說 現在在賣的這個橙色的 我就 我就沒有興趣抽了 這個樣子 因為我覺得你單單只有一個橙色 然後你升星不上去的話 那可能會輸給紫色 然後這個不斷的獲得碎片升上去的 因為如果說 這個單單獲得一隻喔 就像只獲得一個青龍一樣 可能在初期有用 但是到後面 你升星上去之後呢 那個強度就會有差囉 好啦那影片就先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